海姆利克急救法 海姆利克急救法是普遍应用于气管异物的简单一行,十分有效的现场急救方法。 下面演示具体的操作方法。 站位法 病人神志清醒能站立,通常采用站位法。 病人应做配合,弯腰、低头、张嘴,以便义务地吐出。 救护人从背后抱住其腹部,一手握拳,大拇指在拳内。 将拇指一侧放在病人腹部,齐上二横指出。 另一手握紧该拳,快速向内上方反复冲击,挤压病人的腹部。 冲击使得隔膜运动,肥胃无情排出,创造一次人工咳嗽,重复进行冲击,直到异物排出。 病人如果陷入昏运动,不能站立,可采取养卧位。 将患者放置于养卧位,使头后养,开放气道。 救护人两腿分开,跪在病人大腿外侧地面上。 一手掌根部,一手掌根部置于肚臂和剑枯之间,齐上二横指。 另一手交叉重叠于齐上,快速向上方反复冲击,压迫其腹部,直至异物排出。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,病人周围无人在场,可采用自救法。 患者可用自己的手或椅背桌边顶住上腹部,快速而猛烈地挤压,压后随即放松,使阻塞物排出。